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人际关系与沟通技巧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陈凌逸 陈老师 今天是我们第七章 自我人际风格的确认与掌握的单元的播出 我们在这个章节里面 还会包括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测验 那么稍后会帮各位来做一些施测 你就可以对自己的风格有一些初步了解 我们这个章节的重点 总共有三点 第一点是关于人际风格的面面观 第二点是人际风格的检测 第三点是人际风格的测验的解释 我们章节的学习目标总共有七点 包括第一点 了解人际互动 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结果呢 第二点 了解影响人际互动的一些因素 第三 了解所谓的四辈论以及互补论 对人际互动交往的影响 第一点 了解何谓个人的人际风格 第五点 了解个人风格对于人际互动的影响 第六 能够完成个人风格的一些测验 第七 了解各项人际风格的一些风格特色 风格背后所依附的价值观 以及行这个典型的行为的这种形容词 好 我们看第一节 人际风格的面面观 我们在课本的前面几个单元都有提到 像序论讲到认识人际的互动 第二章讲到人际关系跟人际沟通的相关理论 第二篇提到第三章 自我概念与人际互动 第四章讲到自我肯定与人际互动 第五章提到自我表露与人际互动 第六章提到同理心与人际互动 那么前面其实都是提到人跟人之间一些互动相关 那么要了解这种人跟人之间互动的那种品质 其实对自己这种个体的了解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在第七章讲到自我人际风格的一种确认跟掌握 就是协助大家对于个人的风格能够有所认识跟了解 那么第八章就是在了解之后能够做一些相关的调整 提到自我人际风格的一些调整的部分 好 所以我们这两章第七跟第八 就是要对于个人一种特质的部分来做一些深入的剖析 通常在碰到人际冲突的时候 其实有些人他的处理方式是不太一样 有些人是消极以对 有些人就会用攻击对象方式来解决冲突 有些人会得过自我肯定的方式跟对方共同协商 来把问题做一个理想的处理 那为什么对于一样的冲突会有不同处理方式呢 那么其实影响那种结果那种因素跟个人的特质是有很大的关联 一样道理 我们在面对自我肯定的时候会遭遇有三项重大的障碍 有些人会比较害羞 有些人会产生一种嫉妒的行为 有些人可能因为憎恨而没化自我肯定 但是另外有些人他却不会受到害羞嫉妒或是憎恨的影响 能够非常的轻易自我肯定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也是跟他的特质有相当大的关系 各位听过一种米养白种人 所谓有些人是附庸风雅 但是海边也是有足袖之夫 所以的确心灵色色的人都是会有的 那为什么会有心灵色色的人呢 其实也是受到不同的风格所影响的 好 那我们就来进一步讨论一下 影响人际互动的因素到底有哪些呢 根据学者研究 影响人数其实林云众相当的多 比如说就关系面来看的话 有所谓的九童之说 像童庄 童乡 童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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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号等等 很多的童 或是有些人因为太多关系所影响互动 有些人是比较友善的 有些人是比较敌对的 或是因为价值观的关系也会影响到互动的品质 有些人对任务的争取是舍我及谁 有些人会认为成功不必在我 那么中央信仰也往往会导致一些冲突 或是是不是能够和睦相处 比如说回教跟基督教徒的教育 往往是会相着的 还有人格特质 有些人是带人亲和 有些人却对别人是严厉以对 会让人产生莫名的压力 那么对物质需求 有些人是讲究奢华 有些人就是仆 会非常的简仆 身份地位 有些人是上流社会的 有些人是中阳阶晋 那不同的社会阶晋 当然互动起来看法观点都会不太一样 心率也会影响到彼此的互动 有些人喜欢去逛夜店 有些人喜欢去拥抱大自然 有些人背景是比较文学方面的 有些人是比较具有硬的 那种机械的专长 个体环境也会造成不同 像年龄 世代 相貌 教育水准 甚至于党派 色彩等等 都影响到人际的互动 所以其实就这样来看的话 影响互动因素是非常多 但是互动的主角都是人 所以我们对人的了解 会有助于我们对互动的品质的掌握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所谓个人风格对于人际互动 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其实人际的互动 基本上会有两种类型的风格 一个是相似的互动风格 第二种类型是互补的互动风格 我们来看一下相似的风格类型 对于人际互动的这种品质的关系 各位听过一些形容词 像是什么气味相投 什么有志一同 什么志同道合 或是意气相投等等 像什么英雄手剑类同 这些这么多的形容词 其实都是在形容 当事人其实具备类似的一种风格 当然比较负面像什么物与类聚 或是什么臭味相投 航蟹仪器 狼狈为奸 这些都是也是在形容一样的风格 只是比较偏向后面的部分 OK 那我们在学理上面 有很多的理论可以解释 风格之内的互动 比如说有所谓的适配假说 它是这么讲的 像什么门当户对 龙交龙奉配奉 这一般口语的说法 就是来说明适配假说 张春心老师对于 所谓适配说这么讲 他说人们之所以能够彼此的吸引 乃是由于双方具有相似的条件 所导致的 比如说相貌相似 年龄相当 教育程度相同 宗教信仰一样 生活的情绪 或是社会地位等等 这些都是形成双方 是不是能够相配的条件 这些相配的条件 使得他们能够彼此的吸引 所以我们在认知系统上面 对这所谓的前面讲的那种相似性 也有一些解释 通常人们会比较习惯 就是我们自己所认同的事物 所以当对方的风格 和我们自己的风格 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时候 我们可能因为这样的差异 而产生一种排斥的心理 所以会减少沟通的频率 这是认知系统上面解释 那么结果呢 两个越相似的人 因为彼此认知越接近 所以他越容易进行充分的沟通 结果对对方对彼此就越认同 相反的呢 如果彼此越不相似呢 就会因为认知的关系 会越减少了沟通的频率 导致最后呢 会彼此越不认同 所以沟通品质就会大受影响 另外我们看一下这个互补论 它是另外一种观点 跟相似论是不同的 他说人间之间 所以会彼此的吸引 并非是因为彼此相似的关系 而是因为 因为彼此所拥有的性格不同 因为不同而彼此相吸引 就所谓像钢柔相继 钢跟柔是相反的 但是因为相反的关系 彼此可以互补 所以会彼此互相的这种吸引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 所谓一山不容二虎 如果两个人的个性太相信的话 往往会导致一些冲突 很难去做长久的相处 或是如果是太相似 像欲量勤结 也是很难以这个长治久安 所以互补论提供另外一个 思考的观点 来帮我们做解释 为什么人跟人之间能够的互动良好 好 我们接着要进入 今天课程的一个重点是 人际风格的一个检测 我们先来看看 什么叫做沟通的风格 所谓沟通风格 是一种语言的 或者是非语言的一种 呈现的一种方式 它能够显示出类似语言的解释 或者是一种理解 换句话说 当事人的沟通风格 会给互动的对象 带来某种特定的感受 所以这种感受 是来自于风格所产生的 不同的风格 会带给对方不同的感受 我们来看一下沟通风格 它的一个重要性 如果互动双方都能够了解 自己和对方的沟通风格的话 那么如果就积极面来看的话 可以进一步去促进 彼此的一种互动的品质 那么就消极面来看的话 也可以有效去预防 或者是去消弭不必要的冲突 好 我们先讲到这地方 稍微休息一下 好 我们先来做一个情境的模拟 那么当各位你碰到这种情境的时候 你会怎么处理呢 那么底下的情境 请各位挑出一个跟你自己的反应 最为接近的一种答案 那么请特别注意 请各位选的不是挑出最正确 或是最理想的答案 而是要选出跟你自己最为接近的答案 所以答案的本身并没有对错 是非好坏的那种分别 而是要跟你自己最接近的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模拟的情境 看到飙车族这一幕 各位的反应会是怎么样 当你看到一群 肆无忌惮的飙车族在眼前大声呼啸 扬长而去 这一幕带给你最大的强烈反应会是什么呢 当然这边有个假设 就是你自己本身不是飙车一族 或是你不是飙车族的爱好者 支持者 我们先看第一个反应 我认为这种情况 这反应出当前政府无人 警政绩效部障的情况 社会秩序混乱 公权力无法伸张 自然败坏 飙车族才会这么样的嚣张 我认为这些飙载都应该抓起来 并且要好好地加以严惩 如果当事人尚未成年 护母亲的姓名还要加以公布 并且重重开罚 这是第一种反应 如果你觉得你的反应 跟这个反应是很接近的话 那么你可以挑选叫反应一 如果这个不是你的反应 那么接着请各位看反应二 好 反应二是这样子 其实飙车正是一项 非常危险的行为 不论是撞伤了自己 或是让别人撞伤 都会亮成家庭的悲剧 这些飙车的歧视 真的是太不畏想了 怎么可以做出这么危险的行为呢 很明显的这个反应 跟刚才那个反应是不太一样的 刚才是很强烈的批判 那种语气 那么这个就是一种 比较悲天闽人 比较关怀的这种反应 好 如果你的反应 跟这个比较接近的话 那么请你选择反应二 如果也不是的话 请看反应三 反应三是这样子 我很好奇 这些飙车族 到底从飙车当中 可以获得什么乐趣呢 竟然支持他们这样子 拨命演出 甚至搞到闹出人命 终身残废也不害怕 这其中的优因 的确很值得我们 好好地研究一下 我想如此才能够 拟力有效的 一应的对策 好 这个反应 看得出来是比较理性地 去分析整个情境 相关的一些 来龙去脉等等 如果你选择还不是的话 请看第四个反应 好 反应四 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呢 年轻人嘛 爱耍酷 精力又旺盛 当然好好的发泄一下咯 说真的 如果我的体力还OK的话 我也真想去狂飙它两下了 好 这个反应 跟前面又不太一样了 是充满了一种精力的 这种情绪的 那种宣泄的感觉 好 我们看一下最后一种反应 这是反应五 这只能说四摔到尾 人心不古了 现在有的年轻人 简直是 现在年轻人 简直是五跑五天 讲也不听 稍微数量一下 就奔个臭里给你看 不错了 再讲下去搞不好了 还有拿刀子砍你了 这个反应看起来 跟前面四个 是完全不同的 是比较一种 无奈的感觉 当然可能你的反应 都不在这五种当中 但是请你挑出 里面跟你自己的反应 最为接近的反应 好 这是我们对于 第一个情境的模拟 接着我们再看看 第二个情境 一样请各位 从五个反应当中 挑出跟你自己的反应 最为接近的一项 好 那么画面上看出来 是刚才那五项反应的摘录 第一个反应 是一种批判的声音 第二个反应 是一种关怀的感觉 第三种 我很好奇 是一种好奇的 一种分析的行为 第四种 这是情绪上的反应 充满了精力的感觉 第一种 这种叹气的 无奈的感觉 好 请各位 快速挑出其中一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情境的模拟 当你的同事 被欺误的时候 你的反应会是怎么样呢 听说阿花昨天 去参加网友的 盲目约会 结果被欺误了 到现在哭得嘻嘻花啦 听到同事 所描述的这一幕 你的反应会是什么呢 好 我们看第一个反应 反应一 我认为他根本就是活该 自作自受 我找到情况 他不要跟陌生人混到太晚 但怎么说 他都听不进去 还嫌我啰嗦 LKK跟不上时代 这次给他一点教训也好 看看他以后 还敢不敢乱来 所以看得出来 这也是这种 有点依老卖老 这种批判的那种感觉 好 我们看第二种 反应的内容 好 真的 那真是太可怜了 不知道这件事情 会不会让他留下 哪里磨灭的阴影呢 待会我们在说话的时候 可要特别小心一点 千万不要说溜嘴 提起昨天的事情 以免他听到了再度伤心 所以这个反应看得出来 是表达一种关怀 对受害者一种 这种关心 好 我们看一下第三种反应 咦 真奇怪 怎么会这样子呢 阿花向来很精明 这个网友听说 还是初次见面的 阿花怎么会答应 他单独去跳舞呢 难道是说对方长得很帅 还是很会甜蜜 或者是风流多金呢 总之有机会的话 我们要好好了解一下 以免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情 好 所以他这种分析的感觉 非常理性去面对 整个事情 做一些剖析 我们接下来看第四个反应 你说真的吗 那么这个阿花 可真的是赔得户人又责病了 应该说是赔得户人又责病才对 我先前邀他一起去跳舞 他一起对我闲动闲息 挑声简视 你看看这下子 肥水都落在外连田 多可惜啊 这种幸灾乐祸的感觉 很情绪化的那种知觉的反应 我们再看一下第五种反应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 真的太开放了 以前我们一下班 就要赶回家里 帮忙做家事 在外面也不敢随便乱交男朋友 更通常是跟初次见面的陌生人 去参加什么盲目舞会呢 好 所以第五种反应 也是相当的无奈 OK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快了 看到第三个情境 是关于所谓火星文 现在非常的盛行 现在年轻人喜欢在网络上使用所有的火星文来传递讯息 已经未成风潮 年代了使大学的学科能力测验 竟然也出现了火星文的试题 真正火星文盛行的现象 你的看法会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各位的反应 来 第一个反应一 我认为呢 吃产国家将要灭亡的征兆 中央有云 国家将亡必有妖恋 放着优美的文字 不去好好的学习运用 却于乎峰使用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胡话 还错字连篇 不知所云 你看看 你说这样的国家 还有没有希望呢 好 所以怀孕一是充满了批判的感觉 好 接着看一下第二个反应 好 我觉得现在小孩子 念书真的很辛苦 课业压力这么大 又一大堆的课外读物 吃吃必须要学习 每天还要花这么多时间上网 就是害怕会跟不上潮流 搞得近日度数越来越深 哎呀 真要小心 不要把身体给搞坏了才好 所以听得出来 反应二呢 也是一种充满了那种感觉的那种关心 好 我们看一下第三种反应 火小火星文的心情 有其一定的时代背景 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情况 每一个时代都会发展出 属于自己的文化 火星文只不过是当下一种文化产物而已 现在学生做的力普遍不好 恐怕很多因素有关 值得进一步的探讨 所以反应三 一样是进行一种分析的那种行为 好 我们接下来看第四种反应的状况 提到火星文 我就松弯歪 很好玩 很有创意啊 挨恩喜欢 你知不知道有一大堆的部落格在讨论 现在还有专门为火星文编的参考数换提供 好酷哦 我要赶快去买一本 火的就要死聂聂了 所以这反应也是非常的有趣 好 我们看第五种反应 还有说真的 我对所有的火星文其实是搞不太懂 不知道什么东西 可是听说现在基策 学策的试题也都出现火星文 为了能够得到好成绩 我也只好赶快去设法学习了 所以这种反应五也是一种无奈的感觉 OK 针对这火星文的情况 我们看到五种不同的反应 一样从一到五各有不同的感受 第一个是批判 批判的感受 第二个是一种情感的这种关怀 第三 想要了解它的来龙缺脉 比较所谓分析的行为 第一次是一种冲劲的那种情绪的直觉反应 第一次是这种无奈的表态 好 这五个反应都不太一样 OK 在面对互动情境的时候 譬如说刚刚讲到这个情境一的飙车组 好 反应一是这样的内容 各位记得吗 好 我们看第二个情境 情境二是当同事被欺误的时候 一样的反应一是这些内容 虽然两个情境不太一样 可是那个反应其实是很像的 都是一种批判的那种感觉 好 情境三 关于火星文的盛行 反应一它的状况是这样 也是一种批判的行为 OK 所以反应一都是一种 比较属于批判的那种类型的反应 好 所以我们要简单再录一下 反应一是呈现一种强烈的组件批判 比较极端的价值判断 反应二是比较情感性的 它是流露出贴心 比较多的那种情感的关怀 好 反应三是理性的分析 几乎不带有丝毫的情感 比较属于理性冷静的 反应四是令人摸不到情绪 比较活力 比较有创意的 反应五是充满着无奈 还有认分的一种消极态度 经常是一种逆来顺受的这种表态 好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刚才三个情境的反应呢 其实你的答案可能会是底下这状况 你的三个答案都一样 那你的风格是相当一致 或是你的三个答案都不一样 那你的风格有待确认 或是你的答案两个一样 一个不一样 那么两个一样可能就是你的主导风格 另外一个不一样就是比较弱的风格 我们稍后可以帮你做到测验 你就可以了解 好 我们现在对测验做到说明 在做到的时候 如果你给的分数越高 表示你对于内容的描述 是越重是越在越符合的 可是注意 每个题目 两个题目加起来是三分 所以如果你给A三分的话 那么这个题主的另外一个B 只能得到零分 如果你觉得A蛮重要 那么B相对重要性少一点 那B得到一分 A两分 如果你觉得相反的是A比较不重要 B比较重要 那A得到一分 B得到两分 如果你觉得A一点都不重要 那B是最重要的 那么你把所有的分数都给这个B 但是最多也只有三分 我们拿第一个题目来做说明 第一个题主 在与别人有关系的工作上面 我要能够主导别人应该做什么 或者不应该做什么 这是比较强大在任务上面的一个要求 第二题 我在知道别人遭遇困难的时候 能够尽心尽力伸出援手去帮助对方 这个就比较偏向人际互动方面 比较能够注重对方的感受需求部分 所以如果你选择E 比如说你给它两分 表示你是比较注重任务导向 那么第二题就要给E 所以相较之下 这个人际导向部分 强度就比较不是那么高 所以我们A加B就等于2加1 注意 总共是三分 我们再举第二个题主来做说明一下 第三题 我对事情看法 纵使意见跟别人不一样 也要能够坚持自己判断结果 所以是很组件强烈的 第一次题 我对于事情分析 能够根据客观的资讯来进行判断 不会事先预设立场 所以它是比较不会因人 这个因事而异 而是根据这个理由来做判断 根据证据来做分析 如果你给第三题一分的话 那么你就只能给第一次题两分 所以A加B就等于1加2 一样是总共是三分 那么各位可以把这个测验完成 可以得到表7之1 就是人际风格测验的计分表 好 这个表呢 我们因为课程的版面 只有10个题目 4个题组 各位可以在课议辅导上面 看到更多的题组 好 比如说 我们的分数是这样子 那你把各个题组的得分加起来 第一行上面有4个题目 第二行呢 一样有4个题目 第三 第四 第五 因此内推 好 加起来写在风格的部分 所以第一个风格1得到9分 风格2是6分 风格3是6分 好 以此类推 那我们就说 这个风格1是我们的主导的风格 因为得分最高 好 接着我们看一下第三节 关于刚才那个测验的结果 我们来做一下说明 风格 人际风格的描述 我们从三个构面来进行解释 第一个是风格的特色 第二个是风格背后 所依附的价值观 那么第三个是典型的 行为的这个形容词 我们希望透过这三个构面 能够让大家对于人际风格 能够更清楚地了解 好 我们现在回看看 刚才所提到的 面对互动情境的时候反应 像情境1在面对标特主说 我们反应是这样子 好 那反应所呈现出来 是强烈的组件 批判等等 这刚才有提过 情境2的这种感觉 是比较感性的 那反应3是比较理性的 反应4是比较情绪化的 令人摸不着头绪 像情时偶多元偶正语一样 那反应5是比较偏向 无奈的 认分的那种感觉 好 我们看风格类型一样 它有两个极端类型 一个是魄力担当型 我们觉得这是不错 正向 第二是批判挑类型 负面的 我们可以用一些形容词来描述 比如说权威的人 或是表现优异高水准的 或是追求完美的 有着更上一层能保护的 追求品质的 讲究效率的 有魄力的 这会让我们觉得 这个人他是一个有魄力担当型的人 或是他信守原则 那如果他表现出来的是 他觉得很太过于极度的权威 那就是威权的 容不下任何不同的声音的 变成一言堂的 我们说是威权的 表现优异高水准的 太过多的话 会变成什么呢 可能太过于爱表现 或轻蔑看不起别人 太过于追求完美 极度的话 变成吹毛求知 爱挑剔的 依止对推 我们可以发现 左边是正面 然后右边就变成相对的负面 OK 我们看到风格特色的部分 魄力单单型 他是比较 自我吸取比较高 滤脊胜炎 他不轻易放水 那会使别人感受到压力 他讲究高品质 那么高水准 本身的个性 毅力坚强 不轻炎退缩 不会在意别人的想法 不管别人的反弹感受 甚至不留情面 他坚持既定的目标 形式有风格 欠缺弹性 所以我们可以说 他的风格特色 是严负型的 就我们印象当中 严格的负型 说一就是一 没有任何杀粮的余地 那种感觉 我们看一下 风格类型的风格特色 他是专注于 任务的执行的绩效 所以这种人 他跟同志间互动比较少 常会止于 公司上面的往来而已 那么也不在乎 别人的评价 不太容易 受到别人的影响 形式上是比较有魄力的 能够大刀扩法 进行改革 有担当 能够坚持原则 勇于负责 信守承诺的 所以从以上的描述 各位很容易看得出来 这种风格 成就是什么特色 它叫做任务导向型的 所以我们说 风格类型的人 如果你分数很高的话 你是任务导向型的信徒 这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各个不同的反应 它的内容 我们接着来看看 风格类型一 它是任务导向型的信徒 相对的风格类型二 它就是人际导向的信徒 因为它非常注重情感的交流 风格类型三 它是EQ管理的高手 为什么呢 因为它注重那种证据 事实 数字 所以不会被情绪所困 那风格类型的人 它是充满了活力 可以说是一个游戏人间的人 所以它非常的情绪化 难以捉摸 风格类型的 它是不会得罪人的一种好好先生 是逆来顺受的 个性很好相处 当然每个人或多或少 都是几个风格的家种 不再可能会有非常特别的 鲜明的那种表现 除非你的某个风格的分数 是特别的强烈 那就有可能 好 我们再来说明一下 风格类型的部分 其实相同的特质 也可能会导致不同的评价 各位记得刚才的分析 权威过度变成威权 表现优异开刀 变成爱表现等等 所以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其实跟它背后的价值观 有大关系 所谓价值观 可以简单说是一个坚定的信仰 它会影响我们的 对于情境的认知 态度跟判断 进而影响我们当事的一些行为 你看不同的反应 其实流露出不同的价值观 风格类型的 它是追求卓越自我的实践 未料实践它是认为的 这个卓越 所以它对任何事情的要求 都非常的严格 不管是对自己 对别人都会产生严厉的要求 甚至会产生批判的行为 所以各位你可以发现 如果你的选择是反应一的话 你对任何事情的看法 都是有比较独到的坚持 还有你的见解 还有你的要求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 追求卓越自我的实践 大家注意 这个卓越不见得是真的卓越 而是当事人所认定的 那个卓越的标准 所以往往也会陷于 自己的盲点 而不自知 这要特别的小心 我们看一下风格类型二 它是追求世界大同的理想 所谓是大同就是 不仅自己要好 也希望对方能够好 这是因为当时 他的情感非常的丰富的关系 所以他能够去关心自己 关怀别人 也希望别人跟自己 能够过得一样好 所以这种价值观 让风格类型二人 它是属于人际导向 这样的一个信徒 所以任何大臣 倒是歧视 但是关系的和解 是特别的重要 我们看一下第三种风格类型 它价值观是 追求理性探讨之后的结果 那么顾名思义 事情没有所谓的绝对的对错 一切都必须看证据 数据 事实来做决定 而且是经过理性逻辑的分析之后 所以它是讲究 结果导向的 我们看一下第四种风格类型 是追求行动第一的过程 那么如果有这种风格人 他是强调心动不如行动 所以结果怎么样 并不是那么重要 过程是特别的重要 所以当下有任何的想法 他会立刻去表态 去互助于行动 所以很容易情绪化 不容易去掌控自己的心情 第一种风格 我们说是追求和谐无真的这种情境 所以任务绩效各方面 都不是非常重要 而是彼此的和谐 是他所最关心的重点 好 我们最后看一下自我平常的部分 有几个题目 请各位在课后好好去给大家看一下 譬如说自我风格的这种 相似性跟互补性 对人际互动会有哪些影响等等 我们在第八讲 会针对所测试出来的风格 调整的部分 再来做一些详细的介绍 好 我们的课程就到这边为止 谢谢各位 再见